相邻建设董事长赖正义他也说 央行没有猛烈打房的动作 而且利率连八计动涨 再加上证所税喊咖带动了台股回神 奢侈税实施满两年之后 台北市的房价又不跌反涨 所以他觉得下半年的房市景气 渴望优于上半年 而炒房的歪风呢 是不是已经从北部开始往南吹了呢 因为台中七期下半年 就会成为豪宅新推案的超级战区 有一些北部建商就已经看到 第三季开始都陆陆续续的 要在台中推出豪宅建案 移动接着移动的豪宅 在北部建商纷纷抢进退案之下 带动台中七期 地价跟房价双掌 去年新市政中心新案 每平开价大约在50到60万元之间 今年已经攀升到65到80万元之间 续创新高价 一样单平价是50万好了 在台中可能买的是台中的超级豪宅 可是在台北买的可能是一般住宅 对所以说相差很多 而且台中不管是天气条件 交通生活机能 其实并不亚于台北 富邦建设进军台中七期的豪宅第一案 预估将在第四季进场 市场预估每平开价 大约在70到80万元之间 总销金额上看100亿元 而连聚建设今年第一季 在台中市政路上推出的预售案 每平开价大约在53到78万元 总销金额60亿元 目前销售量已经突破六成 保喜建设在七期的新案 预计第三季进场 规划总户数65户 每平开价75到85万元 每户总价破亿 总销金额上看90亿元 另外宏太人寿也预计在第三季进场 接待中心即将完工 这也是北部知名代销贾山林集团 首次进军台中七期的销售代表座 再加上深耕台北新医区近20年 专售顶级豪宅的大师房屋 也首都在台中七期开设直音店 市场预期台中七期豪宅市场 下半年将会更加热闹 东城新闻综合报道